奇文怪谈红尘世 道尽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明朝嘉靖年间 普宁县有个渔夫名叫江峰 上在强宝时 便被父母扔在海滩 后来多亏一帮出海归来的渔民发现他 才侥幸活下来 渔民们心地善良 轮番抚养江峰 外出打鱼时经常带他一起出海 所以他年少时 几乎每天都在船上渡过 一些老渔民们时常和江峰闲聊 问他以后想做啥 江峰坚定道 那还用说 当然和你们一样做渔民 我感觉捕鱼最简单不过 老渔民哈哈笑道 哎呀孩子你还年轻 即便是渔民 也有不少禁忌 随后渔民告诉江峰 香船底下有龙宫 里面住着无数精怪 只是碍于人间和大海需要平衡 他们才无法陷身 凡是奇形怪状的鱼 老别等等 全部都是龙宫里面的 一定要放生 否则就会大难临头 江峰虽不信神话 却十分听话 自打他成为渔民后 碰见奇形怪状鱼都会放生 多年来 江峰一直在海上奔波 只要赚来钱便拿去孝敬 曾经对他有恩 现已无法捕鱼的老渔民们 久而久之 早已从个精神小伙 变成老汉 有人曾问他是否后悔 牺牲前半生报恩 江峰笑道 即便用一声 我也不后悔 兴许他的善良感动老天爷 终于让他碰见生命中 最重要的那人 一日 江峰驾着渔船在海上行事 忽然听见不远处 传来呼救声 仔细辨认发现 竟是个女子不慎落水 于是他一个猛子扎入海中 将女子救起 女子上船后仍心有余悸 休息好一会才谢的 小女名为双姨 多谢大哥救命之恩 见双姨宛如一珠出水浮容 江峰看得不禁失了神 经过简单攀谈得知 双姨乃是被夫家扔到海中 碰见他才侥幸侥幸火警 不知往后该何去何从 江峰动了侧隐之心 说道 不如 你跟我回家吧 双姨听完眼泪夺眶而出 并使尽点头 自那往后 双姨便在江家住下 一来二去 二人互生情组 终决定结为夫妻 婚后 虽说这对老夫少妻恩爱有加 江峰却也发现 媳妇有些小毛病 自打二人生活以来 双姨从不吃鱼 更令人奇怪的是 她即便不洗澡 身体也照样洁净 一次 江峰好奇地问媳妇 为何不洗澡 双姨说是上次被扔到海里 对谁恐惧才不洗澡的 闻听此解释 江峰觉得颇有道理 索性不再多问 这日 江峰打鱼回来 一进门媳妇便开心道 我又洗了 她激动不以忙问道 这是真的吗 双姨点头说道 是啊 我找郎中看过了 只是夫君 如今我有孕在身 不知你可否给我弄点 老别汤补身子 江峰文言心中一惊 寻思媳妇自来不吃鱼 为何吵着要喝老别汤呢 但碍于她的面子 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巧的是 次日江峰补鱼时 刚好见一只体型特别庞大的老鱼 正奄奄一息地躺在鱼网中 惊讶到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望着一动不动的老鱼 江峰又回想起老渔民曾经说过的话 叹息道 哎 常听老一辈人说 打到老别要放生 如今我那媳妇非要喝老别的汤 这该如何是好 思来想去 决定听从渔民的话 又把老别放回海中 上岸后她来到集市 特于找厨子做了碗差不多的汤端给媳妇 双一看着老别汤 江信江一问道 这真是老别汤吗 江峰拍胸脯保证 还说早晨不老别经过 双一这才心满意足的一口喝掉 江峰本以为此事已经过去了 哪知远远未结束 自那天起 江峰觉得身体大不如前 短短半个月瘦了整整三圈 反观媳妇日渐风雨 足足胖了十几斤 江峰心想 即便是孕妇也不该胖得如此快 直觉告诉他其中定有毛腻 于是决定找个道士看看 之后不久 江峰特意赶奔三十里外的清风观找一本道士 不巧的是小桐说一本道士云游去了 不知何时能回来 江峰只得兴兴而归 哪知 回来途中遭遇报应 江峰被骄得浑身湿透 碰巧附近有座破庙 于是进去避雨 江峰本来身体就不好 加上一天的奔波早已疲累不堪 没多久便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 江峰竟梦到那只老憋 只听老憋口吐人言道 多谢恩公没把我炖汤 作为回报我特来托梦 回家当心你媳妇 江峰闻言 恍然大悟的 近日来 我便觉得他有蹊跷 这才来找到是 那么他究竟是何人 又为何吃你呢 老憋说道 只因他不是人 而是条李于经 原来 大海中的确有龙公所在 更有无数精怪 只不过他们不能擅自到人间来 一旦发现便会被处死 老憋便是龙公负责监督精怪的 李于经则厌倦海底生活 趁龙公暴乱偷偷上岸 并化成双仪被江峰救下 虽说双仪已上岸 仍不敢肆意害人 只要他陷了原刑 务必被龙公发现 到时候一定会死 更何况 还有一直在监督的老憋 所以双仪不敢洗澡 也为一旦搅沾水 定会陷原刑 而且还想杀了老憋自保 于是算准老憋这几日杜劫 势必会虚弱不堪 才谎称怀孕要喝老憋汤 他本以为喝的是真正的老憋汤 也开始慢慢加害江峰 哪知老憋早就被江峰放了 于是便有了老憋托梦 得知实情江峰下的冷汗之流 盲问老憋怎么办 老憋说道 那李于经事是厉害 我刚度洁身体恤弱不已 暂时无法把消息传给龙公 更打不过他 为今之计 你若梦让他双脚沾水线圆形 事情就好办了 江峰点点头 立马往家赶 到家后 双姨问道 为何这么晚才回家 江峰谎称见到了老朋友 一时兴起聊到忘记时辰 双姨也没怀疑 继续回屋睡觉 等到双姨完全睡着 江峰偷偷偷出雾 端来盆水狠狠朝他脚拨去 只听熬一声惨叫 双姨顿时身形暴涨 瞬间化作一条足足两丈的大鲤鱼 他恶狠狠盯着江峰道 原本还想要你多活几天 看来你是活腻了 说完张开大嘴 想要一口吞掉他 这是一道金光凸显 就见一个拿着三叉戟的鱼人现身 一叉扎在鲤鱼精身上 然后口中一吐 他便化作条小鱼 随鱼人消失不见 三日后的半夜 老鱼再次托梦 说鲤鱼精已被处死 还嘱咐江峰 不要把此事泄露出去 龙公自会恩责于他 果不其然从那天开始 但凡他外出捕鱼 定会比其他渔民多好几倍 江峰受到恩责不忘记的行善 时常把多出来的鱼 送给穷苦百姓 正因如此 他一直活到九十岁才无疾而终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 齐文怪谈红尘事 道计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横经镇上有一对中年夫妻 男的叫贾金生 女的叫姚玉凤 贾金生在机关食堂里当炊事员 祖上是江南明厨 他自小学的一手烹调技术 逢年过节 常常被人家请去做点心 炒大菜 从不收人半点报酬 可是贾金生除了烧菜时铜勺 铲铲刀在锅边上敲的乒乓响以外 平日里见人不会多说一句话 贾金生的妻子姚玉凤却是尖牙齿 薄嘴唇 讲起话来 像机关枪似的 加上他有个怪象 一激动头摇一摇 所以人们背后称他摇头风 摇头风不但能说会的 而且脑筋也转得快 近来他日夜盘算着如何尽快发家致富 一天傍晚 贾金生刚回到家 摇头风一本正经的说 金生 我娘家村里有十几家要盖新房 还有几家要拜喜事 正确处事 他们都想请你去 请我 我没时间 哎 你这个金生 只要你捏半个月菜刀 两三千块钱就到手了 贾金生一听暗暗吃惊 老婆要我去捞外快 可我在单位里工作 哪有这么多时间 他想到这里 面有难色的说 我一个月只有四天假期啊 四天不够 可以请病假 我没 没有啥毛病 哎呀 你这个憨金生 小毛病可以装成大毛病 没毛病可以装毛病吗 病假病假 倒过来就是假病装病 我不会 你只会赚死钞票 不会也得会 姚头锋知道他不会弄虚作假 便缓了口气 似真似假的说 你不去请病假 我去 要张病假单还不容易 第二天 姚头锋赶到医院 挂了号 来到那颗门诊室 医生打量着姚头锋问 你叫贾金生 姚头锋爽快的回答 是的 这个名字导向个男的 姚头锋解释道 我娘在生我之前一直盼着发财 所以给我起名叫金生 男人也有叫什么鹰的 华的 你有啥不舒服 医生问 姚头锋脸上立即露出痛苦的神情 我老毛病发作 昨天夜里胃疼 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 医生给姚头锋检查了一遍 说 你需要拍张片子 看看是胃炎还是胃会羊 他一听连忙说 我早饭已经吃过了 能不能不拍 吃过东西不能拍 那你明天来拍吧 我今天疼得不能上班 你给我开张病假证明可以吗 这样吧 我先给你单位打个电话 等你透视报告单出来后再开 那 那就不用麻烦你了 我自己回去讲 讲一声也行 平时说话像连猪炮似的摇头锋 这时变得结结巴巴了 摇头锋回到家里 端起杯子想要喝口冷茶 不料杯子底下压着一张纸 抽出来一看 是一张病假证明 他洗出望外的墨毒起来 假金生 腰肌扭伤 休息五天 他摇着头自言自语起来 金生呀金生 看不出你这个老石头 也会跟我开玩笑 这时 眼前仿佛出现了丈夫 沾满了油腻的手 正在潮衣袋里塞着一大把 一大把的钞票 玉凤 你 你来一下 李屋传出了假金生的声音 他快步奔进屋里 满脸堆笑 细声细气地对躺在床上的丈夫说 金生 你好好休息一会儿 我去给你烧碗水铺带来 假金生一听 又好气又好笑 结婚十几年了 今天老婆的声音 怎么变得像新娘一样温柔 玉凤 你去把桌子上那张病假单交给我们领导 我马上去 还有带上药方去买两盒爹打完 虽然是假病 药还是要买的 假病 我说金生 今天你休息一天 明天我们就到娘家去 假金生突然掀开被子 艰难地侧转身 把上衣拉开 摇头风看见丈夫的腰里真的贴着一张狗皮膏药 金生 你 你真的有伤 原来昨天夜里假金生没有睡好觉 今天一早起来挑水 玉凤要他请病假的事又在脑子里翻腾 思想一开小差 脚下被一块砖头绊了一下 一个裂剑扭伤了腰 哎 摇头风塌了口气 伤了腰 自然不能去捞外快了 一场空欢喜 只有三分钟 转眼四天过去 假金生感到腰里轻松了 不酸不痛 准备第二天就要去上班 摇头风竭力要假金生借着腰伤未遇延长假计 可是 尽管摇头风的唾沫见了假金生一脸 假金生就是不答应 吃晚饭时 摇头风特地炒了花生米 煎了荷包蛋 给丈夫营养营养 并关切地说 你去上班我不反对 不过上班前也应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听听医生的意见再说 假金生一听 老婆这番话也在情理 便欣然同意了 第二天一早 夫妻双双来到医院 摇头风挂了号 领着假金生来到门诊部 医生让假金生坐下 看了看病例关切地问 上次你来看腰伤 现在好点了吗 好多了 我想再来复查一次 医生给假金生的腰部检查后说 腰肌功能已恢复正常 没有问题了 摇头风连忙接口说 医生 他这几天胃口不太好 有时候还恶心呕吐 假金生听老婆瞎说 胀红了脸 我胃口不错 谁捕鸡蛋吃了八只 摇头风连忙说 吃了八只蛋 吃出来九个蛋黄 吃八只蛋 哪能会吃出九个蛋黄 哦 其中一个是双黄蛋 医生差点笑出声来 又问金生 胃不痛不痛 摇头风带答 夜里我看见他老是用手揉肚皮 我真担心 他会不会得胃病 医生听摇头风这么一说 指了指墙边的检查床 对假金生说 请过来 躺在这上面 我给你查一下 医生刚带上听诊剂 摇头风已经力所地 为假金生放松了腰带 聊起上衣 医生仔细检查后 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摇头风要求医生 再用X光给假金生照一照位 拍张片子 医生了解到假金生早晨 还没有吃什么东西 可以做X光被摻胃头 摇头风旋风般地办妥了各项手续 领着假金生来到放射科 假金生被摻后经过X光射片 医生发现他的胃部有一片奇怪的阴影质地十分紧密 看上去问题比较严重 但还是用轻松的口气安慰假金生说 问题不大 必要是我们再通知你做进一步检查 现在你们可以先回去 调过头又对摇头风说 你下午来领取X光射片报告单 下午三点半 假金生正在屋里生煤炉 只听见支牙一声 摇头风从医院回来了 假金生漫不经心地问 报告单拿到了 拿到了 没有啥病吧 嗯 没有 那明天我要去上班了 上班上班还早着呢 怎么我给你请了半个月病假 半个月病假 你不要骗我 哈哈 我还会骗你从明天起 你可以放心递上我娘家去捞上半个月外败 假金生假 从医生手里要半个月病假 这样容易 别说 我不相信 你看看这是什么 摇头风从贴身衣袋里摸出一张病假单 咧着嘴 眯起眼 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 假金生接过病假单一看 指尖上面写着 未溃羊 有肿瘤之意 看着看着 假金生抑郁不发 双目圆瞪 面颊上的肉不自然地一抽一抽 身体直往地上的 这一下可急坏了摇头风 他连忙扑过去 要把假金生扶住 不想脚被煤炉绊了一下 两个人一起跌倒在地上 假金生身材魁梧 沉重的躯体一下子砸在摇头风瘦削的肩膀上 摇头风强忍着三痛 用力托起吓昏了的假金生 不住地在假金生耳边呼唤着 金生 金生 你怎么了 这 这是我造 造出来的假毛病啊 原来 摇头风一记不成 又生一记 他用包香烟的锡纸揉成团团 赛金爹打碗里 晚上假金生服药室 根本就没有留意 锡纸团不能消化 在胃里可以存留较长时间 这样一来 X逛片子上 自然会出现奇特的阴影 假金生在摇头风的呼唤下醒过来 脸上有白转红 有红反惊 第二天上午 摇头风到市场上买了鱼 割了肉 提了两瓶桂花酒 准备为假金生捞外快送行 刚进屋 突然从桌子上飘下了一张纸条 他赶紧拿起来 上面是丈夫的留言 玉凤 医院来人 要我赶快去一下 摇头风看着纸条 眉头打结 心头乱跳 他生怕假金生不会说话 于是饭也没吃 急急忙忙赶到医院 摇头风里外转了一圈 不见假金生的人影 这时迎面过来一位医生 摇头风忙问 有个叫假金生的病人来过吗 他老早来了 专家马上就要给他做检查专家 是的 这次要用新办法 啥个新办法 用胃镜检查胃镜 是的 就是用特别精巧的镜子 插到胃里去看 摇头风不晓得 胃镜是名的 他越想越不对劲 急忙到病房里找到了假金生 只见假金生神情交集 穿着病号抚养 靠在病床上 摇头风金生 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 就做胃镜检查 医生说不做胃镜 就要剖腹检查 再说我来不及找你啊 摇头风正想说什么 一个护士过来对他说 你是假金生的家属 是的 你快去收款处预付200元住院费 200元 护士刚走 摇头风挨进假金生 急促地说 金生 金生 怎么办 看着束手无策的老婆 假金生不紧不慢地说 怎么办 我是死老师 只有一个死办法 你讲 啥个死办法 来 跟我回去 假金生从病床上一跃而起 一个劲冲出病房 摇头风拉起假金生的手 左一拐 右一绕 想从医院的后门出去 谁知转来转去 两个人闯到了一个月亮洞门门口 上面赫然写着陪克指布 正在这时 迎面走过来两位医生 一位医生把摇头风拦住 另一位对假金生说我们到处找你 快 去胃镜室检查 摇头风焦急地看了看假金生 后悔刚才怎么没有叫他把病号扶脱下来 一位医生对摇头风说 我是外科陆医生 你是假金生的爱人吗 请你跟我来一下 有事和你商量 两人来到一间办公室 陆医生说 金生的X骗经专家分析 已经确诊为早期胃癌 十分典型 我们决定趁现在还未扩散进行抢刀治疗 啥叫抢刀 抢刀就是立即开刀切除癌肿 时间紧迫 请你在这份单上签个字 我们马上送金生上手术台 说着递过一张单子 一根圆珠笔 摇头风捏着圆珠笔 头一个劲的摇 快签字吧 到这地步 摇头风指得向陆医生摊牌 陆医生 他没有病 是我造造出来的假毛病 放他出来吧 这时候一位医生把脱掉病号服的贾金生送出门来 笑着对摇头风说你可以出院了 摇头风疑惑不解地愣住了 补男自语说 我出院 只见贾金生过来扯了扯摇头风的一脚 十分自然地说 玉凤 你想不到吧 我到医院来是为了给你治病 给我治病 是的 全部经过我已告诉了医生 原来 贾金生是个本分人 他不愿装病去挣外快 可老婆才迷心窍 自己一时又说服不了他 于是就请在医院工作的两位老同学帮忙 和自己一块演这场戏 致指老婆是钱如命的怪病 摇头风望着丈夫 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两位医生 恍然大悟 不由自主地在贾金生的肩膀上拧了一把 摇着头说 哎呀 你这个死老是头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齐文怪谈红尘事 道尽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清朝时期 荆州以西有个处水镇 镇里住着护姓黄的人家 家主黄老汉是当地富商 家境极其阴时 他有一毒生女名换黄之化 肤白貌美大长腿 最主要他是个热心肠 谁有困难都会帮一把 因此颇受百姓尊重 一天 黄老汉不知为何突然晕倒 经郎中诊治发现他患了恶疾 没几天好活 黄之化哭道 想不到我常常与人为善 老天竟待我如此不公 郎中犹豫在三道 我倒有个主意能救你爹 原来他在后山采药时 曾采过一种违天郎草的植物 正好能治疗黄老汉的病 可天郎草极为稀有特别难寻 黄之化眼前一亮 表示为了爹在困难也要试试 次日清晨 黄之化一人赶往后山 他乃富家小姐 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没等到半山腰就累得气喘吁吁 这时附近树林传来微弱的呼救声 他顺声一寻找 发现树林深处有一老汉 正被吊在一棵大树上 他气息萎靡像是受伤了 老汉强睁开眼睛 虚弱道 小姑娘 舅舅小老儿吧 老汉自称姓李乃林村的木匠 一年前 女儿嫁到出水镇再也没回家 他因态思念女儿 遂特意赶来探望 哪只路上碰见歹人 抢走前不说 还打折了他的一条腿 说吧 哎呦哎呦叫个不停 黄之话听后动了侧眼之心 替老汉松绑后 还从附近找来几株消肿的草药为其治伤 可惜老汉伤势太重 若不赶紧就一直怕腿保不住 黄之话无奈道 老人家 您得自己去医馆 我还得帮父亲找天狼青 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老汉问道 姑娘 你找那玩意干嘛 能跟小老说什么 黄之话泪眼婆娑的讲述一遍经过 老汉笑道 带我回家 我来救你爹 黄之话忙扶老汉下山智腿 等一切处理完 二人回到家 黄之话问需要什么草药 老汉哈哈一笑 表示只需准备一些食材集合 随后 他到厨房弄了五道菜 分别是两个热菜 一碗汤 一个甜品 一个凉菜 老汉招呼道 姑娘 先坐下吃饭吧 黄之话有些生气道 您到底卖什么关子 老汉神秘道 吃完我再告诉你 他索性抄起筷子 大块朵移起来 不得不说 老汉厨艺不错 没一会儿他就将菜吃个精光 九足饭饱 黄之话问道 这回能告诉我了吧 老汉道 你爹已经好了 快去看看吧 黄之话不敢置信地跑到黄老汉房中 果然间谍生龙活虎的 他又跑回来找老汉 发现人已经走了 黄之话以为应当是自己的善良感动老天爷 特派神仙变成缺老汉就爹 可事情远没他想得这么简单 转眼间 黄之话到了谈婚论嫁年纪 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名叫张丹峰 可惜家穷不被黄老汉看好 为让女儿死心 黄老汉替他说了门亲事 对方是城中孙父豪的儿子 黄之话哭得梨花待遇 只得找心上人道别 张丹峰哭道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呢 黄之话道 除非他死 我就能嫁给你了 没想到 黄之话这番话很快就应验了 二人婚后刚一个月 孙公子就因酗酒过多 于一天半夜溺死在河边 得知此事 黄之话既伤心又惊喜 只想尽快度过守葬期 好嫁给张丹峰为妻 一晃守葬期满 黄之话和张丹峰如愿以偿结为夫妻 可好景不长 婚后不久 衙门来人抓走张丹峰 说他犯了杀人罪 原来 孙公子是他推荷李烟死的 巧的是前几天 官府居然找到目击证人 事后 张丹峰人头落地 黄之话伤心欲绝 黄父毫不忍女儿难过 又为其介绍未姓楚的公子 此人饱读诗书 跟张丹峰还有几分怜乡 很快二人便成亲 只可惜 楚公子也没逃过死亡的命运 一天晚上他到厢房读书时不慎打翻登台 一场大火将厢房烧个精光 紧接着 黄之话又连续嫁给两任丈夫 可他们一个外出使死于强盗之手 一个长流连风月长所害花柳病而死 由于黄之话连死五任丈夫 百姓都骂他扫把星 一夜之间 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毒妇 连黄家生意也跟着一落千丈 妇女俩整日愁眉不展 这天 二人正在家休息 门外传来敲门声 黄老汉跟作贼一样开门 发现来人竟是他远方表弟的妻子黎三娘 此人乃道横极高的神婆 黄老汉最讨厌怪力乱神 所以跟表弟家断了联系 黄老汉冷冷的 你也来看我妇女俩笑话 黎三娘摇头道 大哥误会了 我这次专位之话克服一事而来 一旁 黄之话听得真切 忙问道 姨妈 这究竟怎么回事 黎三娘拎出一只土身 人脸的小怪物道 孩子 你还记得当年旧的老汉吗 他是一只武昌兽啊 武昌兽由杀人 放火 掠夺 吃喝 玩乐五种邪念组成 一旦招惹上他 身边之人就会身陷五种邪念而死 武昌兽专会害人 因此正道之人一旦碰见 必定杀之而后快 被挂在林中的那只 应是被某位道士困住的 他见黄之话经过 变化成瘸腿老汉博取同情 得救后他贼心不改 将五种邪念混杂于菜中 等黄之话吃完 便默认了用五个丈夫的性命换爹的性命 前阵子 黎三娘碰巧途径此处 算到黄之话被武昌兽所害 遂特意将其抓来 得知实情 黄之话哭道 怪不得他们死法各异 都怪我糊涂挫酒恶人 害五个夫君丧命 黎三娘劝道 无知者无罪 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利用他解除诅咒 否则日子一久 你也会被害死 事后 黎三娘将五昌兽主赎给黄之话之 他也不会再克服了 可他不打算再嫁 而是到尼姑安出嫁 为五任丈夫超度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 对号入其文怪谈红尘事 道尽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传统的观念里 人死是要入土为安的 所以我们村里有个传统 就是要为老人准备好寿菜 也就是棺材 做好后 停家里备用 老人们之间会互相比 谁的寿菜大器 用的木料好 讲这些的时候 魂不把生死放在心上 虽说现在推行火葬了 人死后都烧成一捧灰 可是被寿菜的习惯却没消失 好像不用寿菜 人就没入土为安逸 后事没办好一样 我们村里有户人家 姓金 儿子是个大老板 好像是做工程的 钱多的使不清 儿子还算孝顺 所以金老头过的日子 那是一般老人比不了的 吃的是山珍海味 穿的是名牌 用的是大牌 看着其他老头羡慕的目光 金老头心里满满的幸福惬意 走路时的头都昂得高高的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 金老头心里有点不高兴了 为啥呢 金老头被人比下去了 不是全面比下去了 是只有一个地方 让金老头觉得不如其他人了 村里高老头的儿子 给父亲准备了一副上好的寿菜 又放鞭炮又白酒 热热闹闹的请进了家 这副寿菜让高老头 在人群里的风光 一下子就把金老头盖了下去 所以金老头心里不舒服 或者说不服气了 金老头心道 你高老头有啥神气的呀 儿子就是个臭娇书将 这一副寿菜就让你这样显摆 你儿子要是做了大官 你还不得上天呀 金老头心里的不高兴 让儿子小金老板看出来了 拐弯抹角地打听到老父亲不高兴的原因是 小金老板笑了 说这则啥呀 给你老人家预备一副上好的寿菜 一定比高老头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让你挣来面子 然后小金老板就到镇上的棺材铺下了订单 金老头脸上的笑容又回来了 小金老板的时间宝贵呀 对他来说 时间就是金钱 是能给金老头过上幸福生活的保证 所以小金老板让棺材铺抓紧赶坐 就在小金老板到棺材铺下单的同一天 有个老头也到那里去订棺材 不是为自己 是为自己那奄奄一息的儿子 这个老头姓正 是我们邻村的家里穷的叮当奖 唯一的儿子在外打工时出了事故 正老头把儿子接回到镇上的医院里治疗 工厂里赔的钱快要用光了 儿子状况却一天不如一天 就在正老头去订棺材的前一天 医生给正老头说 老人家 不是我们狠心 实话跟你说吧 能用的手段我们都用尽了 你孩子这是没救了 你啊 早点把孩子拉回家 准备后事吧 正老头这心里的滋味呀 就不说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能有什么好滋味呀 正老头心想 儿子要没了 但是也不能就让儿子寒碜的走 所以想给儿子弄一副好棺材 这不就来到了棺材店 因为儿子不知哪天就会咽气 所以正老头也催老板抓紧赶工 时间对他来说 不是金钱 而是安不安心的问题 小金老板和正老头几乎同一时间下了单 也都催着药 这就看棺材店老板的取舍了 再来说说这棺材店的老板 此人姓张 也是个老头了 做棺材是祖传的手艺 传到他这一辈手上 也数不清是多少呆了 总之 方圆百里内的棺材生意都让他做了 手艺没得说 但张老头还有一门手艺 轻易不拿出来显摆 传说这张老头的仙人是从江西龙虎山迁到这里的 这龙虎山是啥地方 想必不说大家都知道 那是张道林张天师的筑地啊 所以张老头的祖先也有不晓得道合 这些自然也都传下来了 张老头看着眼前这两个都急着做棺材的客户 眯起眼来瞅了好一阵子 双手拢在袖子里好像掐算了一番 然后转过头笑眯眯地对小金老板说 不用担心 先给你做 保准备不误你的事 小金老板听了 很高兴 他以为张老头知道自己时间宝贵 体谅自己 话说回来 还不是因为自己的钱足 张老头才会高看一眼吗 钱才是关键 小金老板很满意地走了 那这正老头心里就难过了 先给小金老板做 那自己给儿子订的棺材就要拖后了 可是儿子也就这几天了 儿子厌了气 还没有一口棺材 自己这父亲做的可太失败了 但是自己又怎么跟人家小金老板比呢 人家有钱 订的棺材也是最上等的 价钱贵 利润自然也高 自己给儿子订的就一般了 利润肯定不如小金老板订的 所以张老头先做小金老板的订单无可厚非 但是郑老头还是拉下脸 求张老头一翻 郑老头说 张师傅啊 你看小金老板是给父亲准备的 金老头活蹦乱跳的 气色红润 小金老板这是给父亲百年后预备的 不急用 我这是给儿子订的 儿子现在是奄奄一息 还能喘几口气一双手就能数过来了 虽然我订的棺材利润低些 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先把我订的做了 张老头回过头来看了郑老头一眼 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 你急什么呀 你家儿子的孟婆汤还早着呢 你就那么急着要看他喝呀 你就不能放宽心 人的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很多时候不是大家看到的那样子 你呀就安心回家等着吧 我在这做了一辈子的棺材了 你看我耽误过哪家的事了 郑老头心想 说得漂亮 还不是钱的事 但是人穷之短 马寿毛长啊 既然张老头这么说了 也没办法 那就回去等吧 老天保佑儿子 儿子活一天 自己这个家就完整一天 哪怕是儿子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郑老头失魂落魄的就回去了 这边张老头紧赶慢赶 催得徒弟们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 徒弟们就埋怨张老头了 说师父 这副寿财又不急用 你催得那么紧干吗 郑老头的急用 你反倒不接 这是咋地了 张老头从木料堆里抬起头来 说了一句 你们这些小屁孩子懂啥呀 我催得急 就说明这是急用 我不接火 那就是用不上 说完也不解释啥 埋头继续干 徒弟们吐吐舌头 心说 师父也有失算的时候 可是 真的就像张老头说的那样 十天后 小金老板哭丧着脸进了棺材铺的门 金老头昨天突然走了 怎么一回事呢 金老头整天盼着自己的寿财进门 把高老头比下去 有时没事就到高老头家去看高老头的寿财 想象着自己的寿财这儿要比高老头的好 那儿也要比高老头的强 还伸手在高老头的寿财上比划 这心里装了事 眼里就没了神 从高老头家回来的时候 没注意被路上一块石头霸了一脚 摔了个面卡地 紧一玉石的金老头看着腹带 可身子须着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平时就仰仗着儿子不断供的要来压着呢 这一摔就摔出了个炉内大出血 送到医院也没救过来就这么走了 所以小金老板哭丧着脸来取给父亲订的寿财 当初下订单只是为了给父亲挣个面子 可没想这么快就涌上了 郑老头呢 回到家后哀声叹气 看着病床上的儿子暗自落泪 亲戚朋友都来了 陪着伤心 郑老头交代自己的一个同辈兄弟主持儿子的后事 等安排的都差不多了 忽然发现病床上好几天没动他一下的儿子动了一下 好像还要努力地睁开眼连忙招呼人过来看 大家都叹气 说怕这是回光返照 快要走了 出乎意料的是 到了晚上 儿子居然能微微开口 说想喝米汤 还说要浓点 郑老头心里大喜 弄了米汤为了儿子 有了粮食下肚的儿子 气色竟然好转了 就这样十来天后 这个被医生说已经不行了的人 活蹦乱跳了站了起来 看看他活过来了 郑老头喜气洋洋地去棺材铺取消订单 在庆庆张老头没敢工作自己订单的同时 郑老头隐隐觉得 张老头不是一个一般的棺材铺老板 但张老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他又说不出来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齐文怪谈红尘事 道计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19岁那年 我中专毕业后 应聘到一家大型工厂里做学徒工 在那里 我认识了桑兰和木木 由于我们年龄相近 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陈廷是我们那个车间的小组长 在我们这些90后眼里 算是老古董了 他性格木讷 穿着古板 又喜欢教训人 全组45个人 没几个待见他的 我也忘了他是何时成为我们三个的眼中钉的 大约是他喜欢在众人面前不留情面的批评人吧 我们给陈廷起了个外号叫老光棍 平时私底下也喜欢叽叽喳喳取笑的 谁都不相信他只有28岁 那张老陈的大叔脸 至少也35岁了吧 难怪到现在还没女朋友 有个周末 我们正百无聊赖的在一家奶茶店吃冰 不知是谁提议一句 真无聊 想点有意思的是做吧 比如怎么捉弄陈廷 大家一下来了精神 你一句我一句的提议 最后 桑兰神秘的撇撇嘴角 看看他手里的手机 凑在我俩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 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 这主意太妙了 那天 我怀着某种鬼魅的激动 用颤抖的双手给陈廷发了第一条短信 小王子说过的 如果喜欢看夕阳 那是因为寂寞 我现在正看着夕阳想你 你呢 这种明媚又忧伤的句子 在小女生的摘抄本里有很多 我们的用意是 让陈廷错以为哪个寂寞女孩发错短信 以此为机会成为她的疗友 把她的隐私挖掘出来 然后再散播出去 让她也出出手 因为我的手机是最近换的信号 大家一致推举我来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果然过了不一会儿 陈廷的短信就来了 请问你是 木木拍桌子大笑 上钩了上钩了 快回快回 我们商议着回道 你不记得我了 我是婉晴啊 我们当初的那份心意 我还守护着 不知道你的还在吗 陈廷回道 对不起 你发错了 计算到五分钟过去 我们又回 不好意思 刚才发现手机号弄错了一位数 他是我的初恋情人 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再也找不回来了 现在心里挺乱 能陪我聊聊吗 好的 乐意笑老 陈廷竟然还发了个笑脸符号 接着 我们绞尽脑汁编造了一段 唯美的初恋故事 婉晴读大学识时班里的端话 很多男生追他 而他内心只仰慕一位相貌平平 为人又恨他是沉稳的男生 那男生以为自己追不上他 竟然参加工作后才向他表白 但他隐约听说那男生最近订了婚 兜兜转着 他不甘心就这样错过这段真情 才发短信试探 无奈流水落花春一去 他现在多渴望再重新找回当初的那份感觉 末了 桑兰这样评价总结 女主人公很诱人 男主人公会让陈婷产生代入感 抒情很狗血很到位 美人一番掏心掏肺后 陈婷果然又是叹息 又是安慰 又是体贴关怀 显然有点意犹未尽 而我们一下做呕吐状 一下又比划剪刀手做头顶有乌鸦飞过状 太寒烂 陈婷竟然这么好勾引 更刺激的在后面 婉晴和陈婷介入佳境 从一开始淡淡的发一些今天觉得好了点 你说的对 人生总要往前看 错过的无法重来 刚做完咖喱饭 你在做什么 有空聊两句吗 渐渐发展到每天都不间断的短信联系 言辞间充满了暧昧 陈婷不是那种擅长说热烈情话的男人 但看得出他对婉晴已完全敞开心扉 婉晴说他在总公司参加培训 三个月后才能回到这座城市 他发了一张预兆给的 当然 那是我们随便在网上找的一张美眉照片 几天后 我们才收到陈婷回发的照片 西装革履 笑得很正经 面相敦厚 风格依旧很相同 看来是他这两天特意拍的 嘴角的那颗都还没削呢 我们忍住笑送他一句 一看你就是有担当的男人 适合做老公 桑兰这种言情小说看多了的大神 最擅长想这些错词 他是脑子累 我是手累 木木则是嘴巴累 有时我们在车间里的休息室发短信完 其他休息的工友也好奇地凑过来 什么是这么好笑 木木就在人家耳朵边左一句 又一句 好像他掌握了什么令人兴奋的秘密 不过瘾不过瘾 沉平肉麻细胞有限 咱们要想办法挖点猛料 木木又提议说 不如问他 你是车间领导 又这么有魅力 平时会不会有下属暗恋你啊 过假 这种事应该不会有 陈平的回复一百一言 那你们厂里有没有什么劲爆的事情 或者去世讲来听听吗 我堵车可无聊 我回答 好吧 我们车间的治管员 几年前强奸了一个女工 不过他是厂长的儿子 不过他是厂长的儿子 这时就压下来了 有种窥私的快感 我们的收山之作 是使陈平从老光棍升级成了老树男 那次是婉晴提出要玩真心话大冒险游戏 婉晴擅长于先自爆自己的情势 难难倾诉自己的内心世界 然后再问起陈平的事就自然多了 你的初恋是几岁 有过几个女朋友 后来怎么分开的 我问 二十岁暗恋过一个学妹 但当时条件太差 爱在心口难开 二十五岁 惊人介绍相亲过两个女孩 一个太胖了 一个不怎么孝顺 对我的家庭负担有一点 后来就没谈了 陈平辉 那你的初吻呢 我问 不好意思地说 还没有过 可能是还没遇到合适的人吧 陈平辉 我们笑得快崩溃了 现在连小朋友都见怪不怪的事 我们纯洁的陈老师竟然没经历过 暮暮嚷道 快转发给我 太惊爆了 他又忍不住转发给了车间里的其他同事 很快 你传我 我传他 估计全车间几百号人没几个不知道了 大家都掩着嘴笑 空气中流动着诡异的气氛 晚上 我早早上床 但怎么也睡不着 手机的蓝光正好闪了一下 又是陈平的短信 原来 白天被我们当作笑料的问话 他正儿八经放在了心里咀嚼 看得出这两段话 是他鼓起勇气认真组织了的 婉晴 我必须对你承认 我今天所说的家庭负担不是每个女孩都能接受的 我家在偏远农村 我是家里的老大 读书时就打几份公公弟弟妹妹的学费 现在他们也才刚踏上社会 父亲常年握病 所以我每月三分之二的薪水都寄往家里 我一个农村出来的人 如果不是父母受累供我读书 我是不可能有机会到这个大厂里工作的 所以我想自己再苦再累 也要报答养育我的父母 我现在虽然无法给心爱的女孩锦衣玉食 甚至连最基本的住房也买不起 但我有信心在将来给他避风的港湾 有很多人说我看起来比同龄人老计 那是生活的魔力造成的 我也许不懂风情 但我绝对懂心疼人 我也会自始至终专一地对他 不惜把生命奉献给他 我的手僵硬在键盘上 不知该怎么回 陈平是真的把我当作红颜之计 而我只是讨厌他捉弄他而已 头一次 我没有把短信转发给桑兰请他当军师 我的心里忽然有点沉重 有点难过 陈平并不是坏人 这出戏该如何收场 我暗自打定主意 换个号码 从他的生活中消失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进了车间 我想我如果表现出对陈平的同情 一定会被大家取笑吧 如果大家都只是七嘴八舌的围观者 我一定是那个行刑的刽子手 由我亲手发出的那一条条短信 就像一把把裹着纸张的利刃 总有一天会搁腾陈平 几天后 在我们那个城市人气最高的论台上 一个名为 某大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 曾因调娼被抓的帖子占据了头条位置 点击率一天内就过了五万 看着醒目的标题 我一下子就蒙了 我打电话给木木 木木说他也不知道是谁发的 那些隐私短信几乎被转发给了每一个同事 我站在那里吓得浑身发抖 副厂长是不会放过陈平的 果然 他第二天就没来上班 我听同事私下议论 他被解除合同了 明天就必须离场 我的头开始嗡嗡的响 都是我害的 如果我当初制止木木和桑兰的想法 如果我没有发那些短信 他不会这样丢了工作 家里也许正等着他的救命前 罪恶感潮水一样扑来 思来想去 我决定赶在陈平走之前 到他家里道歉 我永远忘不了 在那个阴郁的傍晚 当我鼓足毕生的勇气 敲开那扇门后的情景 陈平的脸凹陷得可怕 下巴趴满胡茶 喜得分不出颜色的衬衣架 在他身上有种可怜的空虚 见到提着水果的我还咧嘴 让我进了屋 只是浑身带着浑浊的酒气 单身宿舍里也脏得吓人 满地是歪倒的空酒瓶 男人的脏衣服袜子随处乱扔 我像兽形一样瑟瑟站着 不敢久留 谁知未等我开口 他已坐下来继续喝桌上的酒 边喝边胡乱说话 哈哈 没想到还会有人来看我丢了工作 该怎样养我的家人呢 他喝一口说一句 把酒瓶往桌上猛力砸 又想哭又想想 疯子一样 我的难过中夹杂志更多害怕 等到他的酒差不多完了 风化也差不多了 空气中飘荡着尴尬的静默示 我开了口 一个字一个字咬在嘴里 像浮游一样柔弱渺小 你说什么 我说我就是婉晴 我对不起你 请你原谅我们的恶作剧 我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你就是婉晴 他的瞳孔放射出某种一样的愤怒 又邪气的光芒 男人的身躯逼近 忽然将我灌在墙上 揪紧我的衣领 他开始撕扯我的衣衫 是婉晴 就该婉晴来还 我感受到痛 比想象中还痛百倍 眼泪混着酒精的浊气飘荡在空气中 我原本向我认了 这是我的错 是我该还的 但巨大的痛苦和屈辱感还是淹没了我 他有自尊心 难道我就没有自尊心 我本能力重重地咬了他以后 他的肩膀吃痛这才有点清醒过来 吃惊又木然地看着我 低雅地说了句 对不起 怎么是你 我哭着逃走了 第二天 我没有上班 我沉浸在巨大的悲伤和自怜中 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牺牲品 等到爸妈出门后 我把自己关在房里 裹在被子里 浑身到处都疼 下午木暮和桑兰都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 我没有接 到了晚上我才知道 陈平自杀了 凌晨跳到楼 没有人知道我去探望陈平的事 我一个人清洗伤口 一个人忍受着双份的痛 陈平一定是绝望了 他原本老实 本分对工作尽职 对父母尽效 可是他的人生 还没有感受到任何温暖 没有享受过爱情 就结束了 而我的心里 将永远埋藏着秘密的伤口 我的青春 也没有像同龄人一样经历鲜嫩的爱情 悸动的第一次 很快就呼啸着过去了 从此 我的眼里多了老气横秋的哀伤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好